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马丁 创业读书会是在分享创业家平常阅读创业资讯后的心得 欢迎各位创业家一起来做交流 嗨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第二十季的金展奖 因为刚好我们台北造起来有一个 我们去年一个店家有拿到这个奖 然后这奖器他还蛮特别的 那大家看到这个就是拿奖的叫伊苏曼 那这奖就是 呃你的员工必须是要有身心障碍的员工 然后你协助他们成长 然后安排他们工作 然后持续运作了一阵子可以来参加这个奖 然后因为我以前是念慈激大学嘛 又很常担任志工 所以我对社会企业都是一直很有关注的 那我自己的这企业也是台湾的社会企业 我们在2020有登与社创平台 所以我在去年就遇到这个 我们这个伊苏曼这家店家 因为他也是我们台北造起来去年入选店家 然后他呃我去他们店面拜访之后遇到就是 哎发现他的员工都是用弱势族群 而且这个老板他也蛮坚持的就是说 嗯他们想用这种运作方式就是呃伊苏曼嘛 一个可能大家有一些以前喜欢看漫画的 未来伊苏曼来看漫画 然后这里有餐饮提供给大家 然后那餐饮都是就是这些弱势族群 他们教他们怎么做 然后这样的做出来的餐饮 然后另外他们这里边也有做猫中吐司 所以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店家 然后我们只要一有空 我就会来这店家做消费 或者是呃有点怀念我高中啊大学生活的时候 我就会来这边 因为其实我以前做的产业电竞产业 跟一群很喜欢打电竞的朋友 很多人以前都长时间有待网咖的习惯 我很习惯在网咖吃网咖里面的内的食物 那漫画店其实他的食物跟网咖的食物也比较像 但是现在其实网咖已经消失蛮多了 那剩下就是 有一间比较有几间比较大的漫画店还货下来 然后刚好又是我们的同学 所以我就会来这消费 像我上礼拜啊就是 呃来这里点了一个炒泡面 然后或者是像这样的牛肉面加面 然后加一个蛋 然后看着YouTube影片 以前呢我们就是真的是这样吃的东西 然后打打游戏或打一些电竞相关的 然后跟着一群好朋友 在这个空间中活动 所以这个氛围这个气氛 很有让我很多怀念的感觉 然后像主要就是因为前一阵子 酒妹有拍一个就是要对决 我锅烧面比较贵的锅烧面 跟比较平价锅烧面 比较平价锅烧面 比较平价锅烧面就是在网咖那个锅烧面 然后就 勾起我想要吃回忆一下这种 这种的想法 所以我就来艺术漫去体验一下 那他们就是用这样 然后再去争取一些创业竞赛 就是我推荐他几个创业竞赛 然后他去申请了 我给他推荐那个好 呃最后没有入选到决赛 但是他后来又去申请了这竞争奖 然后这竞争奖 哎很棒哎 这个因为你看哦 那个入选其他入选团队 台北市第二名的是增仙股份有限公司 这么大的公司跟他竞争他还能获奖 那 嗯 你看这十个公司里面 都是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都是很大的一个机构 然后他们能这样入选 就真的很非常厉害 然后也推荐大家 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年纪的人 30到4050岁的人 那可以来这里怀念一下 然后享用一下这边就是 有弱势族群为你们自助的餐点 那真的都还蛮好吃 充满怀念感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期待下一集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哦 下期再见